大家好 我是人响一 拜登宣布给乌克兰送爱国者防空系统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背后的门道和国际风云吧 最近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场北约峰会热闹得很 北约成全国的老大哥们都来了 拜登还邀请了日本 新西兰 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些朋友凑热闹 一开幕呢 拜登就丢下了一个重磅炸弹 宣布了一个历史性决定 今年是北约成立75周年 拜登在开幕典礼上表示 美国及其盟友将拨款10亿美元 加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除此之外呢 美国 德国 荷兰 罗马尼亚和意大利 将再向乌克兰提供5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不仅如此啊 乌克兰在2025年还将从西方获得数百枚防空导弹 包括爱国者导弹发射装置和其他领部家 未来数月 美国及其盟国还会向乌克兰提供数十套战术防空系统 这真是一场硬核大礼包啊 那么拜登的这一系列历史性援助到底是啥意思呢 首先啊 这是对乌克兰在俄乌冲通中艰难处境的直接回应 可是这背后还藏着美国及其盟友 对地区安全格局的重新布局 和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 乌克兰作为欧洲大陆的重要支点 其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秩序 美国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旨在巩固其在欧洲的安全影响力 遏制俄罗斯的扩张势头 维护北约东翼的安全防线 美国提供的先进防护系统 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更是对俄罗斯军事力量的一种直接挑战和制衡 这种以公为首的策略 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迫使俄罗斯在冲突中保持克制 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拜登的历史性援助宣布后 国际社会反应不一 一方面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 对美国的决定表示支持 认为这有助于增强乌克兰的防御力量 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另一方面也有国家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美国的援助 可能进一步加剧俄乌之间的紧张关系 使冲突更加难以解决 北约内部对于乌克兰问题的态度也存在分歧 尽管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上表示 北约将坚定支持乌克兰 但一些成员国却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保留意见 这种内部的不一致 不仅影响了北约的团结与行动效率 也为俄罗斯在地区事务中施展外交手腕提供了空间 那么拜登的这次援助能解决乌克兰的问题吗 我们不禁要问 这真的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最佳途径吗 承认军事援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乌克兰的防御能力 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俄乌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相反过度的军事化可能进一步计划 双方的对立情绪使冲突陷入无休止的循环之中 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在解决乌克兰危机时 采取更加全面长远的视角 应继续通过外交渠道加强对话与协商 推动俄乌双方回到谈判桌上 加大对乌克兰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援助力度 帮助其实现自主发展与繁荣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冲突的根源 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总之拜登宣布对乌克兰的历史性援助 是当前国际政治格局下的一次重要事件 它不仅反映了美国及其盟友 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立场与策略 更是对此前多个国家到访俄罗斯的一次回击 间接地告诉各个国家 即使你们去帮助俄罗斯恢复经济 北约和美方也不会让战争停下脚步 而且休想通过外贸来增加经费来源 一刻也不让普京松气 北约的战略部署令人窒息 从内到外散发着一股恶臭 像是飞鱼罐头一般无法下眼 好了 今天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小一 咱们下次再见